今天可能沒有一人不閉嘴 也沒有生活旺角 調整一下 明天是星期三 作最後兩天衝刺 點一點貨 明天跟大家公佈 因為香港的新聞不夠多 始終來到這裡 我都要維持我每一天的工作量 今天我最關心的事 就是港台的鏗章澤 前篇到蔡玉玲 因為採訪元朗721襲擊事件進行車牌查冊 2021年被裁定兩項虛假陳述罪成 他之前就定罪上訴至高等法院 被法官李韻騰博會 他獲准上訴至終審法院 在今天 蔡玉玲向中院申請上訴得到許何 即是說這件案件 將會打到終審法庭 上訴方 即是蔡玉玲 說這件案 涉及嚴重不公的情況 社會爭議查冊內容 是不是屬處長所需的披露要項 以及是不是屬於交通運輸相關的事宜 中院常任理法官李二明賢 案件有重要的法律觀點 需要法庭的釐清 聽取雙方陳前之後 批出上訴許何 案件定於5月3日開庭審理 為什麼你問我這件案這麼重要 其實就在香港 現在的香港人 從不放棄 無論是周冠威 依然拍一些小本的製作電影 在中共 在李家超強力管治體下 每一個人都爭取他自己的生存空間 蔡玉玲也是 蔡玉玲她說過 以前做很多事會計較得失利益 但是來到這件事 是最主要想尋求一個說法 尋求一個公正的體驗 雖然大家對終審法院有多少人 還有多少期望 我自己都不覺得蔡玉玲會贏 因為我覺得 無論是李雲騰 李懿也好 跟張舉能說話一樣 他說現在法庭就受到政治的影響是一定的 但是決判決 就無關政治 如果是的話 那政治何來影響法庭 說話很有可能 我自己比較理解得低能一些 但是這個就是政治現實 你見到律政司林定哥 講到香港法治如何如何 但是為什麼查冊這件事 是這麼多年的一個不成文規定 都容許的 今時今日就變了犯法 所謂法不至終 究竟是為什麼 而最重要的是沒有修改到條法例 那為什麼 個個都做得是蔡玉玲 因為揭露721的事 她不能做 這個 就是我經常提問 公平 如果大家都不能做 沒問題 但是為什麼有些人做得 而有些人 就是說質疑政府 或者質疑警方的處理方法 她就不能做 什麼叫做公平 公開 公正 其實蔡玉玲 今時今日上訴 之前罰6000元 不夠打官司 不夠給堂費 那我相信 這個就是蔡玉玲 在這個時候 公義面前 什麼的得失 都不需要計算 最重要的是你決定做不做 這兩天 尤其是今天 和一個美女 這個姐姐真是美女 她今天和我吃晚餐飯 那我就約了她 那有些東西 也都關於一些寵物的東西 這樣在樓下吃頓飯 她有時候 她都說 我這些人是不是比較傻 我們這些做法 會不會是有問題 那我只能夠告訴她 只要願做 什麼都不怕遲 只要你覺得 不要計算利益 不要計算成果 做 做盡它 看看怎樣 這個也是 戴肥經常都說 每天做多些 每天做多些 我見到蔡玉玲 借不道不顧 認為那件事是正確的 我們做盡它 就是這麼簡單 而最重要的就是用盡所有 法律容許可以做的事情 現在23條就來立了 我自己不相信會很短時間裡面立到 但是我也很坦白地說 如果立了23條 大肥還會不會繼續開聲 這個都成為疑問 節目就到這裡 跟大家說一聲 拜拜